祝我們成為有神的神人 成為神尊貴榮耀的基民 感謝讚美祖在這邊給我看見與神思義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沒有與神思義我們就會像以色列人一樣被擊敗 所以我們要喝神為我們準備好的辭職 不要喝讓我們自己找出來忽然不堪的辭職 在凡事上吃主喝主的話語 我們感謝讚美祖為我們都能成為新耶路撒人的庇譽 感謝主我們要與神思義就是要每天讀祂的話 接受神的話認識神的心意神的性情和神的心思和神的定詞 我們自然而然就會說就會活祂 並且由祂構成在地上做祂的見證人 其實這些話能不能在我們身上發聲功效呢 在我們適合與神思義 我們必須操練絕對與神思義 信靠祂 依賴祂 我們要拒絕自己 我們就能自然而然地活屬基督 他們實在是覺得這個是神聖高峰的真理 實在不是在我們這個人的天然的觀念裡 實在 主要這樣我們可能都知道這個真理 但是主要很多哥弟兄在這裡說到 這實在是在於我們的生活的活出 在我們生活的細節裡 活出我們所認識所得著的真理 感謝主說看見在壞生活中重要的是 就是吃這股真神病樹 主要一天一天的來吃你 就是你的心情與我的心情調和 主要在我的生活上操練與你吃一 神的心意就是要與人成為一 因此產生了它一個分刺的經倫 就是祂要將它自己分刺到人裡面 那我們人的部分的話就是要吸取它 吃它 喝它 然後神以這個靈和化的這個心態 讓我們來施入它吸取它 所以造會生活的首要就是 吃基督 喝基督 活基督 是 讚美神 神的心意就是要與人成為一 並且使人與他成為一 那這是出自神的心愛美意 在神成為肉體以前 祂就先以人的樣式來顯現 後來神甚至取了醉脂肉體的樣式 為則要來得著我們 今天我們的身份既是神人 求求主保守我們與主示意 接受主的話 認識神的心 神的性情 神的心思和神的定質 活祂 並由祂構成做祂的見證 神的心意就是要得著的人與祂示意 我們要與祂示意就是要跟隨主的教宗 祂的道路上面 與祂同行 與祂同佛 讓我們這個人被祂得著 讓我們藉著三義神進到我們的裡面 成為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使我們在生命的性情上 都是以主示意 成為祂的出口 讓我們都是成為祂團體的彰顯 對 神裡面有一個渴望 就是要我們與祂成為一 讓祂使我們的心眼蒙光照 抓住與神示意的原則 來吃生命術 知取祂的話 祂的話在我們身上有功效 感謝主 我的失敗常常是因為失去與神同情 我實在是需要在這裡認罪 需要在這裡悔改 我實在是需要神聚在我身上製作 所有的憐憫主要都是讓我們能夠活在祂面前 藉著弟兄姊妹的福祉 吃喝祖 享受祖 祂會擁過一個享受基督的生活 在一個建造的地方 感謝主 對 這篇信息給我們看見 生命術的原則 就是接受基督的供應 從基大利的施以從我們 每看見祂沒有請求神的話 因為這不是祂的習慣 祂非常地提醒我 因為請求主的話 也能夠成為我的習慣 你要天天來享受生命術 對享受賣的話 使我被變化 只想我們要成為新耶路撒冷 吃主的話 喝主的話 要成為我們的習慣 與主思音 因為看到以色列間的失敗 就是他們失去神 不再與神思音 這裡提醒我們要與神思音 我們要與祂同行 同活 並全人是與祂在一起的 我們要成為那貴重的器皿 叫與神思音 活在心道裡面 同被建造基督的身體 對 我們要同被建造在裡面 主啊 我們就需要與祂是一 主啊 我們不理氣 祂活水的泉源 主啊 所以我們應用我們的力 主啊 來享受祢的話 主啊 也是我們不要不理氣祂 我們也不平得自己 主啊 就是要信靠祂 主啊 因為祂是信實的神 不 tended 神思靈 主的吭 them 主啊 是 nac ongoing 祂ド祂也是信實的神 就是沒有與神思音 是因為這個地方 既然更多才能不同 mang 來轉向主 把你寶貝在與神是一條族的同彈 的最終極就是在新約洛沙人 為了你就完全是屬靈的 Amen 是一切的吃喝享受主 是我們本界的身體漸漸改變形狀 完全的向主 在生命和性情上與神是一 受除了地獄的那一部分 是一切這樣吃喝享受 所以我們必要全然而完全的像他 Amen 感謝主 我們每天都要吃喝煮的話 Amen 我們每天都要禱告 祈求 享受祂 祈祂做我們的生命 做我們的人為 Amen 感謝主 Amen 感謝主 當神把人擺在生命樹的面前 就是要人有份於生命樹 Amen 感謝主也指明啊 神祂有一個心意 要人與祂成為一 感謝主 這個成為一的路就是吃生命樹 就是享受祂的話 讓我們享受生命樹成為我們生活的習慣 所以祈求祂完全地和祂完全的調和 完全的身體的連結 終於用於完成新的路 Amen Amen 如果我們的命運 如果我們的命運 就是建一個沒有不能全體的破裂的車子 全體就是被盧 Amen Amen 對 愚蠢 是 有